好 所以余鳳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本来科比想要这个所谓的壮士断碗 他想要齐鲜 所以就要讲 第一个动作 我把上面的全部清空 原来这都没有了 我没有再租出去咯 这个农地我要恢复 农地农用 最后要干嘛 我会把地上挖掉 挖掉绝地山子 还它农地本来面貌 就没有想到 这挖了以后 新竹的大秘宝找到了 对 新竹来讲 最喜欢的就是挖呀挖 只要往下挖 挖都有东西 棒球场挖也有东西 连一个停车场 农地弄成停车场 挖下去也是开花了 而且这挖下去之后 所以挖呀挖 真的会挖到大秘宝 挖呀挖挖到大秘宝 然后挖下去之后 我想哇 现在科文总应该 讨到摸摸摸摸摸了 因为他当初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他说我这农地 上面怎么有停车 我不知道摸摸他的头 他说没关系 那刨掉就好 我们说过很多次 你刨掉之后地力也不会恢复 刨掉也没有办法 马上种东西 而且我们那时候其实有提醒他 你知道下面买什么吗 现在来讲 对你有讲 对 现在来讲 里面东西都出来了 第一个有钢筋 第二个有红砖 第三个还有巨型的石块 有网友说这个是什么 实感灯吗 对 然后我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 其实你仔细看 它根本就是水泥废块 对 这是水泥废块 钢筋 红砖 水泥废块 这是什么东西 它的前世金身 一定是一个老旧的红砖旧公寓 然后呢 等到前面要都市更新的时候呢 拆 拆掉 那拆掉之后啊 你知道吗 新竹县市这几年这个房价 棒棒棒棒 是从二十几万 我好像我两年到三年时间 二十几万到一坪七十万 当你没有土地的时候 你做都根 当没有都根的时候 你做全部的一个重画 然后呢就去挖 那你去把这些做 旧的国域推倒之后呢 你要找地方放 等于说我就很多的建筑废弃物 对 建筑废弃物往哪儿丢 就往这个农地丢 你想想看哦 你在新竹县市建筑废弃物 你要做建造要审查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 你东西要放丢哪里去 我跟你讲 大家都说往中南部丢 对 实际上有办法吗 不可能 究竟 所以 找地方买 对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钢筋 为什么会有红砖 为什么这种水泥 空气里空的这些东西 它的闲适金深就是老旧的公寓 一个旧房子 对 旧房子 然后它要杜根的时候就往这边去丢 所以你现在弄下去之后呢 其实它现在只挖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两层了 简单来说 我们已经看到两层了 所以呢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一块土地 一块农地 一个特用的农地 什么叫特用的农地 最好的 最好的土 可以去弄 可以种水稻的 可以去种好的东西 你要怎么样教科技 教科书等级 你要玩坏一个土地 就是你先挖了一个洞 那你想说 没事挖什么洞干嘛 你挖这个洞的时候 里面的土 特用的土 都是极配土 什么叫极配土 就是有等级的 这些东西是可以拿去卖钱的 台湾的建商 每个都会拿现金赶你买 因为你去盖房子的时候 你除了挖土方之外 你还要去很多的土去空 所以 我们讲 现在你要把很多的豪宅 都有林园造景 你前面要有花园 你很多东西 那你不是说 我随便这样挖一挖 我就可以做 你就是要把这种 特用农地的好的土 挖起来了以后 再放到 林园造景 什么落雨 有的没有的 给它铺下去 上面去盖植物 这个植物才会长得好 没错 那你想想看 保险哥 那么多各县市的一些 庄园等级的豪宅 怎么弄的 就是从这边挖的 那你挖出来之后 这第一个 你可以把这些集配土 拿去卖钱 你赚了第一笔 那你这个坑洞怎么办呢 来 你们新竹县市的建商开发商 你们要去弄同地 来 我就把你弄下去了 弄下去之后 就赚钱了 那赚钱之后 你第三个 你要怎么赚钱 你第三个 就把它给用 这个 薄油把它给空起来 空起来之后 你可以怎么样 去收停车费 那你是不是又可以 有现金收入 当你现金收入 你看他们这块土来讲 从小客车到大客车 弄了十几二十年 那你有现金收入 你就可以养地 养到最后 终于开发结果 等到都市计划变更之后 你就变成建地了 一块土地 可以玩四次 你可以有发四次财的机会